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人对心患了身份的温州商学院感到陌生 其实我们学校的前身是被誉为 中国高水平独立学院的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2016年5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 我们学校转设为温州商学院 成为这南地区唯一所三科类本科院校 在这里伴随着梦想的起码 我们希望每位同学成长会做人 成才会做事 成为创新创业的精英 我来到这里就觉得 来到了我们台湾的阿里山 大罗山和山羊师弟真的很美 这里有大学城 很丰富的资源 一流的设备 有很棒的同事 能在这里教书 是我的荣幸 温州以商闻名 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 是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温州人敢为天下先 特别能创业 温商院就是要传承这种精神 自立成为一所具有国际事业 和创新创业精神的一流商学院 我们的专业紧密围绕地方 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设置 不仅设置有经济学 管理学等商科专业 而且还设置有工学 文学 艺术学等其他学科门类 实现了各学科领域的协调发展 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 融入到各个学科的学习之中 经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高素质的复合型商科人才 学校重视在校培养 与就业相划钩 招之能学 学之能用 用之能胜 一直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我们的学生基础理论扎实 专业技能过业 他们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 在金融行业就业 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和喜爱 我们的学生乃至五湖四海 四面八方 但自从他们进入温州商学院的那一刻 好学上进 领域前行 便成为他们共有的表姐 参严道 诗者 传道 涉业 解惑也 我喜欢跟同学们在一块 跟他们一块 单求知识 敌力思维 共求 教学相招 学金融 爱金融 金融特色班 让我感觉面对风云变换的世界 顺在职场 真做先锋 职场先锋大赛 这种实战体验 非常的珍贵 给我展示才华的契机 和学胜职场的勇气 学校的生活设施非常好 刻一时间 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舒心 学校是个多元的环境 学校的老师很多都是国内外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 他们中还有承认教育985高校的教授 还有像美国 西班牙的外交 他们都特别亲切 尽责 在温商院能见到很多名人 这是外交部员副部长何亚飞先生 这是美国商务部前助理部长黄建南先生 老陆来讲学的那天 我记得很清楚 用一口流利的中文 讲我的中国故事 他说 温州商学院真不错 我深表同代 补水供制课题 我们坚持了很多年 在收到省委书记夏宝龙同志的表扬信时 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激动 看到这里的水更清 我们的坚持其实已经有了回报 后来 母亲和体检课题参加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大赛 得了一等奖 这个过程很艰难 但特别有意义 在这个团队里 我们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社会责任 加油 去年双十一 我们南下的淘宝直播渠道 这可是全国十多个名额之一 一小时谈笑间就卖出了一千个报纸 15个人每轮直吹三小时 更新产品信息发布链接直播支持等等 大家朝一个方向去实际 去实际我们共同的目标中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说到人生规划 我希望我能够去远远 学校呢 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国际游戏 只支持我们去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学校还与30多所世界名校合作 只要我们能够达到他们的条件 都可以申请 这个平台非常给力 我身边有800多位伙伴 大家在大学期间 一直在为出国留学而努力 而我这次也非常的幸运 拿到了三所大学的offer 梦想 我来了 从大学时的温山重创空间到明晨酒夜 到维度资本和立会资本 有人说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大学期间的创业经历 给我在社会上的创业带来了法宝 免费的产地 专业的指导 还有各种创业基金 学校的这种全方位的支持 力度特别大 现在我与阿里巴巴首席培训师 纽交所上市公司CEO 茂晓辉先生 共同发起成立立会资本 服务于中国创业者 希望未来能够把更多的经验 分享给学弟学妹 让他们走向成功 过去的时间 传奇蜕变的故事 发生在我们学生身上 也不行 这些成长的故事 反过来 有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在校的学子 所以在这一所充满故事的大学里 每个人都在走着自己的精彩之路 还有我们每一位在校的学 turning 感谢观看